我是肖战 大家好,我是肖战 大家好,我是肖战 我是肖战 看到肖战如此坦荡地帮工作人员寻找手机 才明白他为什么能爆火这么多年 重大新闻,重大新闻 我工作人员的手机掉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帮他找 哇,太精彩了 而且丢手机的员工还不忘帮战哥打灯光 我不佩服我工作人员的敬业啊 在这个时候手机掉了的关键时刻 还不忘给我打光 把光给我光了 从视频就能看出 战哥全程都是带着吃瓜和调侃的心情在帮忙寻找 丝毫不担心工作人员手机里会有自己的黑料 光是这一件事就能看出战哥绝对的坦荡 相比于娱乐圈大多数一红旧膨胀的顶流 战哥却是一如既往的清醒 哪怕是经历被拳往黑的227事件 他都没有被扒出一丝黑料 他是真的把明星当成了一份工作 而不是享受巨星福利的肤浅流量 此前战哥在接受采访时就曾透露自己的恋爱观 他深知自己的行业特质 所以会告诉家人自己谈恋爱就相当于失业 妈妈我现在谈恋爱就等于失业啊 作为娱乐圈首屈一指的顶流 战哥几乎包揽了内于一半的时尚资源 商业代言更是内于首位 只要是他代言的品牌 动辄就能创造上亿的销售额 也正是因为圈内地位足够稳固 战哥才能自如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 往自己喜欢的影视方面发展 不必接受资本的强行违反 而如果一旦因为飞吻他房 自己也会得不偿失 毕竟前辈中明晃晃的例子就摆在眼前 当年作为初代顶流的陆寒 人气几乎无人能及 可却一招公布恋情却导致人气大不如前 而这还只是正常的恋情公布 更何况是那些因为黑料他房的顶流 战哥正是神知这一点 所以在他的规划里才只有失业 从来都没有感情 实话是说 目前真没想过 一是没空想 二是压根就没往那方面想 而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明明作为顶流的他话题度超高 可他却是圈内狗仔最讨厌的明星 只因战哥的日常中从来都是三点一线 完全无料可拍 此前就有一位狗仔曾偶遇战哥 还以为自己即将实现业绩KPI 结果一路却跟着战哥在四环堵了整整四个小时 于是这位狗仔直接暴躁放话 称以后见到战哥一定要绕着走 毕竟别的明星不是被拍恋情 就是被拍绯闻 可战哥却除了干饭 就是在干饭的路上 真的很难不羡慕战哥的粉丝 因为工作室所说的艺人绝对的坦荡与泪落 小战真的做到了 此前战哥刚进组赞海转时 网上就曾传出一段私生跟车的视频 战哥下班之后停车场就瞬间被清空 身后全是跟车的私生粉 一举一动都在被围观监督 战哥简直没有私生活混乱的可能 难怪他永远表现得如此坦荡 论言之战哥是公认的内鱼颜值天花板 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 他的造型都永远抗大 论演技战哥是经过大导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话剧《如梦之梦》更是创造了三年72场无失误的奇迹 论人格魅力战哥是经历过全网黑 都没有被扒出黑料的明星 他会在走红毯时成为全场唯一一个跟女主持握手的明星 给足对方尊重与认可 他会在出国参加活动时 转门多走一圈向粉丝鞠躬致谢 只为让粉丝多拍几张照片没有为他白来 也会在自己生日时为整个剧组准备自己代言的产品 作为礼物和福利靠劳每一位工作人员 他的人品 他的特质 他的内涵 早就证明了他室内与永无替代的顶流 全方位抗打 没有任何黑点 这大概就是粉丝愿意为他死心塌地的原因 从公司最不被重视的小透明 到如今全网爆火的顶流 肖战到底是如何逆天改命的 2019年 战哥先后凭借北唐默染和魏无羡两个角色爆火猪圈 可紧接着就因为一则二二七事件被打回低谷 明明当时战哥的老板龙丹妮是选秀教母 他一句话连芒果台长都要给面子 可面对自家艺人惨遭全网黑 龙丹妮却全程无动于衷 因此外界也一度质疑资本家本身就想放弃战哥 所以才会在二二七事件中不愿出手 但是事实上 战哥从来都是公司不受力捧的小透明 从一开始 龙丹妮就根本没有看上他 在战哥的出道节目燃烧吧少年中 别的导师对战哥 偶尔还有欣赏之意 龙丹妮却永远都是打压战哥 肖战你这个暖男的形象还要持续走多久 如果我们每一场肖战你都是以暖男的形象出现的话 你的突破在哪里 其他我们有太多要说 所以在二二七事件发生后 战哥成了为行业恶性竞争真正背锅的人 好在他的粉丝帮他打赢了资本 但能被万千粉丝真金白银的支持和喜欢 战哥也绝不只是一个空有颜值的花瓶 他的实力早就注定了他能爆火 此前梦中的那片海拍摄时就有剧组的群演爆料 由于疫情原因 剧组加急赶工 战哥一天要拍摄十几场戏 他早到晚几乎没有休息 可战哥却基本能保证一条过 永远不会耽误剧组进度 这看似简单顺畅的工作模式 实则在背后确实付出了态度 光是台词就是一项大工程 而在出演话剧《如梦之梦》时 一共八小时的话剧 上万句台词 四个舞台上有十六个门 难度强度都很大 可战哥三年整整演了72场 却做到了全程零失误 拍摄王牌部队时 得知班长去十二号的那场戏 光个山谷都回荡着战哥 撕心裂肺的哭声 现场的群演都被他感染 而当初的陈情令一开始 选角还饱受质疑 可在看过战哥的演技之后 原本骂骂咧咧的原著粉却纷纷闭嘴 个个都被战哥的演技征服 而此前的《斗罗大陆》 战哥更是只能靠绿幕想象着出演 但明明没有对手演员 他演得撕心裂肺的唐三 却还是没有任何违和感 但凡战哥长得愁点 相信他早就被夸演技派了 也正是因为他可足够的实力 才能被徐克和郑小龙等大导认可 从当年不被看好的小透明 到如今那一不可撼动的顶流 肖战一直都足够清醒优秀 所以才能获得粉丝的喜欢 真正能让他逆天改命的 从来都不是所谓的运气 而是他一直以来的努力罢了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